現在我會選擇Suzuki第一冊的兩首歌 我會選擇這首《Song of the Wind》 這首歌《Song of the Wind》有什麼要留意呢? 就是那些規乏不要把它拉到斷了 不要把它拉成 什麼時候我們要拉到斷了呢? 如果我們看到音上面有點的話 我們就當它是Staccato或者是跳弓 但現在因為音符上面或者下面是沒有點的 所以我們要當它是Legato 換言之音同音之間 弓和弓之間是不會停頓的 即是不會拉成 不會這樣 是連貫的 重要的是換言 不要遲 右手很容易會遲過左手 讓我看看 譬如第二個小節的空弦 不可以 很明顯右手是遲過的 譬如我們再看看第二行 這個Fa Re La Fa Me 不可以拉成 左手已經按了A弦 但是右手還沒有去旁邊 是要 連續有兩個換言 一個換言 然後再回到E弦 再看一看 如果是手指或手肘 或者手肘 有否配合 你手肘是相當的 要按的線 角度去動 如果你是由E弦到A弦 的話 你的手肘應該是向右手邊 要向右手移動 向右手移動 目的球 手指正正在弦的上面 如果你是沒有做這個動作 你的手指要斜地按 這樣會很不直接 會遲 會不乾淨 會不準 因為你沒有準備 所以這件事是要留意的 然後看看上面的一首Light Zero 一首Light Zero 操作這件事 搭水 一起坐 搭水 停滾 右手指 仍然當 這首比起剛才Song of the wind 的聲音比較容易 因為每個音是比較長一拍和兩拍 但裏面都是兩件事 第一是不要斬開這些音 第二是換言,右手不保持 你出來的音才是乾淨的 我經常跟學生說 弓一定要直 稍微有少少斜 這個也可以 但如果你拉的時候 弓是去了指板 很明顯是去了指板 這樣的話 你聽到聲音出來 是一點都不好聽的 我通常跟學生說 你經常對著鏡子去練 或者你對著玻璃 或者反光 可以看到你自己的手是否直 但我發覺 其實最簡單 就是看著電話 好像我現在看著電話的時候 我就看到我的弓 會不會有跌斜 例如 是否由頭至尾 由弓跟到弓尖 都直 如果你想弓是直的話 最重要就是弓尖 其實因為弓尖 因為弓尖 弓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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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手握 是需要 拐動 定要調整 著來調整 可以調整 或是去外 或是去南位 如果 很遲 才轉向外 或者完全不能回軟 那麽就會 是這樣 會去前面 如果 你聽到這樣的音色 你覺得白了 就 很大問題 譬如我現在告訴你,你的手一定要直,你自己也不會用這個方法 因為你不覺得這個音去指板出來的音色,或者去馬仔出來的音色是不好聽 首先你一定要覺得不好聽,然後你才拉的時候,你會留意我的手,手腕有沒有去動,向外向內去動 我們要學會手腕動的幅度,我們不是經常都需要這麼大動作,用這麼多弓 譬如用半拍的時候,我們當然用很少弓,我們不用這麼多弓 或者弓尖也是 希望這次很短的一集幫到大家拉這兩首Song of the Wind, Lightly Roll 可以令到出來的音色是平均,是很均勻,是乾淨的 Thank you